大家好 我是曹伟东 这个武器装备的发展 一方面是毛与盾的关系 就是一方面 它的毛非常的坚立的时候 对方一定要把自己的盾 搞得更结实坚固 那么当盾这个结实了 就是厚了以后 这个毛就要想办法 继续怎么找它的弱点 刺破它 而在美俄的这种武器装备发展中 也是如此的 比如说这段时间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大量的 使用了无人机 来在自己的战场上 为作战或者是侦察监视来服务 那么好像看起来 对无人机这种低慢小的目标 双方都是有些束手无策 就是被对方突破的这种概率 越来越高 比如说美国就做过实验 如果用八架无人机去突破防线 就是海上的对军舰的防御的时候 如果同时用八架无人机 那么一般能够拦截住五架 还会有三架或者是两架多 这么一个比例 突破到防线 如果你同时用二十架无人机 去对舰铁进行攻击的话 它的突破的概率就更高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它就要考虑到 当无人机对自己的目标来袭的时候 怎么办 实际上它早就在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 就是怎么住自己的盾 那现在美国是采用 就是这种微波的高能微波武器 来攻击对方 因为它知道像这些无人机也好 或者是无人艇也好 通讯设施 你都离不开链路 你都离不开人工智能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它用这种高功率的微波武器 比如说放在巡航导弹里面 放在其他的巡航器里面 对对方的装备 罚起攻击的时候 烧毁对方这些电子元件 包括这些我们通常用的电脑 在一定的范围内 全部它是没法工作 或者是这个元器件被烧毁的 它是采取这样一种 就是破坏的方式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俄罗斯看到以后 也马上研制自己的这种高能微波武器 也就是说 我把这样的高能微波武器 比如说这种导弹打出去以后 那几平方公里以内的 这些所有的电气的元件 全部被烧毁 因为它是可以进入到 就是你的这个设备里面的元器件里面 然后呢 就是使你的这个元器件 就是电压电流发生紊乱 比如说突然的增高 或者是突然的变化 使你的元器件呢 就是超负荷的运转 或者是工作 那就说相当于我们通常说的 哎呦 这个电闸烧了 电压太高了 短路了 它会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美国和这个俄罗斯 都有这样的武器 所以现在我就看到啊 就是当双方啊 就俄欧双方 都大量使用无人机以后 或者是无人停以后 其实双方背后啊 就是这个俄罗斯 它是有高能微波武器的 但是在什么情况使用 或者它使用没使用 谁也不得而知 但是美国也有 它是否向这个乌克兰提供了 我们也不得而知 但事实上呢 这个对于无人机 无人停 还有这种就是现在啊 信息化条件啊 就是离不开 卫星啊 通信啊 观测呀侦察啊 这种情况的 就是武器装备平台 越来越强的时候 这种武器啊 也就是高能的微波武器 可能会发挥 更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是呢 这些研究都是秘密的 而且已经研究了很长的时间 而且在这个 无论是俄罗斯和美国 他们都取得了相应的这种成果啊 就是这个对一定范围内 但是到底是三公里 还是四公里 到底是所有的 这些电子元件 全部被烧毁 还是说这个民用的啊 被烧毁 没有抗干扰的这种的 被烧毁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知道 有毛就有钝 就是回到了我们前面的这个话题啊 当无人机和无人停 在发挥重大作用的时候 或者是越来越重大的作用的时候 他也要当心自己的电气元宴被毁伤 也就是自己的眼睛被捅下 自己的大脑被破坏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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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